据说用舌头舔结冰的金属杆就会被粘住 相信北方的朋友会经常听到这个说法 可这到底是真是假吗 由于留言三人组谁都不想拿自己的舌头冒险实验 于是格兰借来了二师兄的舌头 为了让猪舌在测试中能达到人体的体温 格兰在猪舌内塞入了一段U型塑胶管 然后将塑胶管的另一端粘在电动马达上 而装置会将热水传到塑胶管内进行升温 可人类的舌头除了有温度 还含有唾液 于是他们又准备了一个试管 三个人轮流往试管内吐口水 这上头的气味让凯莉忍不住干熬起来 等准备好实验所需的物品后 他们开来了一辆冷冻车 并且车内含有一根零度的金属杆 实验前他们将猪舌头固定在猪子旁的架子上 然后将舌头加热到30摄氏度 滋滋冒烟的舌头把一旁的格兰看长了 随后他们给猪舌尖涂上唾液 当猪舌接触到冰冷的金属杆时 瞬间就被粘在了上面 稍微用点力气舌头的肉就会撕裂 下面留言组打算找出舌头被粘的原因 凯莉认为是跟分泌的唾液有关 于是她用吹风机吹干了猪舌 然后把猪舌再次贴在冰冷的金属杆上 这次干燥的舌头并没有粘在柱子上 看来没有唾液的作用 舌头是不会粘在冰冷柱子上的 那又是否跟舌头表面凹凸不平的纹理有关呢 下面格兰用光滑的手套进行测试 这次沾有唾液的手套能粘在柱子上 但却不能粘住手套 说明舌头被粘跟它本身表面的凸起物有关 最后他们尝试将金属杆换成塑胶柱 接着将干冰倒入管中 使得柱子的温度维持在冷度 然而这次猪舌依然没有被粘住 因为金属的导热性是塑胶的100倍 所以就无法吸收唾液的热能使气结冰 下面不怕死的托里打算亲自体验一下 格兰测得户外气干的温度为零下10度 托里颤微微地将自己粉嫩的小舌头贴近旗杆 结果立马就被粘住了 还好这次舌头没有被粘太久 托里也成功收回舌头躲过一截 此时旗杆上还留下了舌头的部分组织 显然用舌头舔冰冻金属杆是很危险的 大家在冬天可不要轻易尝试 否则就要靠旁边人尿尿胶舌救你了